大家好 今天是3月5日星期四 今天是特別忙的 因為早就入將軍澳和TVV做節目 回來錄了視像之後 就趕去大焗嘴 去一個直播室和ViuTV做個特別的節目 做了一整兩個小時 回來已經差不多三點了 看回市場 今天表現整體來說 都算是對板的 美股昨天升1173點 但對港股是有刺激 不過初段就不太明顯 恒指早市先高開126點到26348 之後輕輕一度反覆到26315點 但沒有怎樣追顧 反而一些傳統籃籌和個別成分股 開始有資金追捧 最靚仔不用說一定是騰訊 結果指數升下多點升下多點 直到現在這分鐘接近四點鐘 指數曾經一度高見26805點 當然不知道 其實上下創了今個月的高位 同時也是回到10天平均移動線之上 從一個技術上來說 指數既然能夠回到10天線 而且穩收10天線之上 最低限度表示大市暫時已經擺脫了反覆 逐步下市低位的形態 既然擺脫了逐步下市低位的形態 理論上最起碼都斷定了下來 看看後續能不能夠進一步 逐步收復上面的平均移動線 再上一點的就是20天線 暫時來說是27,128點左右 望高一點的就是這條100天線 是27,264 暫時望著兩組平均移動線 好了 剩下的就看今個月的市 3月份的市是比較反覆 但反覆得來的波幅又不是那麼明顯 直到今天為止 今個月最低的指數是昨天的26,038點 最高的指數暫時來說 就是剛才所見的26,805點 即是今個月的市 暫時來說 高低的出現是在兩天內 而波幅有767點 第一 一個月的高低位 一般情況之下 是絕對不可能 亦都不會在兩個交易天之內出現 那就很簡單 指數既然出現了低位在26,038 只要暫時不會低過26,038 更加高的指數 事必一定在後面 第一 回到10,000線樓上 第二 相對整個月的波幅 767點來說是小的 我當你今個月1,200點波幅 先低後高型態不變 高位一定是27,200點樓上 儘管看看 27,200點坐著 儘管看看後續 主要成分股 能否能夠進一步推升 有一點想和大家談一談 就是 美國減了半利息 其實在早日對美股反應不大 反而昨日就比較良麗了 指數更加大升1,173點 事源市場覺得 減息效應不太明顯 但經濟的前景 是否可以被人看高一線 這才是問題焦點所在 但我自己覺得 疫症既然已經出現了 美國經濟是由消費去推動 就算拜登有機會 輕輕贏高一點 老實說 都未去到總統大選 只不過市場找藉口 因為歸根究底 杜瓊斯指數由2月12日高位 29,568點 這是歷史高位 跌至2月28日低位 24,681 13日交易電 跌了足足4,887點 拿一尺來量度 一定是超慢 而且過分 所以反彈一半其實是很正常 現在正處於急跌後的反彈之中 只不過反彈也要找藉口 減息的藉口不夠 拜登的藉口是夠的 那就又炒一陣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 當然知道 急升過後 又要看基本面 如果疫症真的不幸地 略為再進一步擴散的話 可能一盆冷水又淋下不下 所以看好之餘 還是要看疫症 到底情況是怎樣 好,今天的分析就講到這裡